细尘 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我把它拍下来 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是 景希 上来 是 抱歉 这条项链 我想把它送给你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陪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我希望以后的时光 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 这是谁啊这是 是黄元集团的人 刚才我看他就进来了 我听说呀 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 但是说这秘书有什么情谊啊 这边是由你 你不敢在咬吗 你不敢在咬中 我会扭断 你可不得了 你不可以 你别高兴 你不敢说 我去与我 你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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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先生 疑惑 西城 好久不见 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 不愧到了这里 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 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 你走太久了 不记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是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人不懂你 我懂 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从你当初不告儿别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是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 自我感动 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 那么就不要再见了 我还没有见到你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地方 我差点击了 我馅王 我最后还没有想到这个地方 我对你 我来在我做的地方 这条线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 你是王子 给你戴吧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演戏 为什么不要呢 大家一起演出 一起加油 一起做好朋友 不好吗 你看 你是王子 我是公主呢 和我们一起吧 我们都会是你永远的朋友 果然是你 我们曾经同他演出过一次 天天被老师叫小蜜 蜥蜥 好像是叫蜥蜥吧 原来你的大名叫何锦锡 怎么了 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 这不挺正习的吗 东西的床像变了 还有 这是谁放着的 我去掉监口 是我 怎么回事 这 不好的预感 只好 好啦 啊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顾总不欢迎我 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入职特别来向你报到 行不行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拐 你是其中一个 对 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 是花园HR们请猎头公司 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 怎么 顾总不希望看见我 南宫小姐多虑了 花园都有真才实学的人求仙若渴 既然南宫小姐也是行政花了 大力气挖过来的 当然是对花园有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 谢谢师傅 不然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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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他来了 我来了 怎么才下班就没人了 总裁也会加班吗 可惜奶奶送的晚餐喽 怎么才半天没看见我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才没有忘记呢 顾兴成 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 才没有呢 奶奶让我来送汤 汤 什么汤 不会是乌鸡汤吧 还加了冬虫夏草 饿椒得超级补汤 骗你的了 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 怕你太忙没时间吃晚饭 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你陪我一起吃 我倒是想陪你吃 但是最近我在减肥 好吧 那我自己吃吧 我早就想尝尝 梅姨烧的乳鸽汤了 听说特别好吃 行了 一起吧 怎么了 我只带了一个勺子 我的勺子 没关系 你的就你的吧 我们一起用 西城 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刚进花言 想用最少的时间 最多地了解公司 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 做最万全的准备 这位 这位是慈善晚宴的发起人吧 他 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啊 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 老朋友 他今天刚入花言 我还没来得及 沐总 我还有非常重要的研发问题想要请教 等你吃完饭后 我可以再过来吗 来 沐总 我 吃不下了 您慢慢享用吧 来 叶叶 叶 你可回来了 奶奶 您怎么还没休息啊 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 还能睡得着啊 你看看吧 怎么了 我看看 你看 从事就有 从事就有 明珠 你说这小子 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 也不和你商量一下 还让那个新闻乱写 奶奶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 我都不在意的 你不在意奶奶在意 这个南宫琉璃啊 她是来者不善 冲着西城来的 西西 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 你不能纵容她们 在公司里面天天没来眼去的 俗话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 你去花园上班 我 就是你 明天哪 我就安排人 把你哪 放在西城的旁边 你给我看着西城 绝不能让他人 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 就这么定的 怎么突然想到 找我出来喝酒啊 以前我们在国外 不是经常一块儿喝酒吗 子茂 回国就不适应了 对了 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西小姐 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 西城之前 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 她和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贺锦西 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这些人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 没想到 最要进了顾家的是她 难过 我没关系 她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有机会 你果然还是 不愿意放弃顾西城 怎么可能放弃呢 cloud pra 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 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 你们是 朋友 是朋友 对 我们是朋友 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 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 你们真的很桃源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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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这是我在网上学的新配方 尝尝看 来 来 来 怎么样 味道不错 顾总 正好贺小姐也在 顾总 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 也在做美妆博主 还跟花言有合作 成绩还十分不错 您过奖了 你给顾总当助理 实在是屈才了 正好我研发部缺人手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帮我 研发部 那不是花言 最核心的部门吗 她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我看还是算了吧 突然想把我调走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如果我过去她身边 反而能更清楚地知道她的目的 也能更好地反击她 我想去 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但如果 能跟着南宫总监一起学习 我想 应该能学到不少 那HR那边 HR那边我亲自写地要寒过去 西城 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集的吗 工作倒是没有 就是乐趣少了许多 我随时可以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 好 好 就 就这么做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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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南宫总监 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 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提点意见 这么快啊 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 按您的要求 四点钱已经交了 行 我看看 很好 我很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 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样吧 你留下来 我跟你一起修改 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 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 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 谢谢南宫总监 好 坐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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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研发部南宫琉璃总监设计的 外包装方案 新进研发小组果然厉害 四套设计都很漂亮 谢谢 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更是突破 除了成熟的技法 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非常契合 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 是的 顾总 这四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 我带着整个研发部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南宫总监 南宫总监 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 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 锦西 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 我的意思是 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 你要这么想 就太让我难过了 这里面每套方案 都有我们研发部每一个人的心血 如果我单独提你 你让别人怎么想 而且 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 也有我的付出 对吗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让你试试 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 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 锦西 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 不是随便调个色做做美工 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 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 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 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 顾总 顾总别误会 锦西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如果不是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 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 我只是想证明灵珠设计 好了 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 回你们自己部门 看到了 设计是谁做得重要吗 总裁是不会关心的 南宫总监 我下号可以请个假吗 请假 甘腾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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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吗 我没事 真难受的话 就别忍着 我带了纸巾 我真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 你难过 不 是因为顾西成吗 算了 我不问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不公平 还是因为他 不公平 就 我能自己处理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进 顾总 我这里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化验不提倡加班 早点回去 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说 我发现了一家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关于细节上的填充 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定好了位子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 你一定能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 可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忙没有听到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就是实话 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贺锦西 你再拿我去接你 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 抱歉 顾总 你管不着 喂 喂 贺小姐怎么了 她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 离公司有点距离 我回办公室拿包 一会儿见 没事吧 懒得厉害 真是昏君 真是昏君 你笑着吗 你笑着吗 没事啊 别生气了 走 请吃饭 说好我请你的 走 嗯 难公 难公 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 她还好吗 我听说她心情不好 你跟她出去了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但愿吧 薄雅 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好了 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 我们打算去吃晚餐 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 你问我可就问对了 我知道一家餐厅 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 递着我发你 吃啥呀 吃啥呀 选餐厅也太难了 正好 朋友推荐了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想不想去试试 可以啊 安全带 谢谢 帮我铺一下餐厅吧 好 那先这样 谢谢系长 走 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 我有话跟你说 贺锦西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奶奶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啊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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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业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 得到应有的保障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南宫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假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 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 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 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 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需不需要 我帮帮忙啊 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西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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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呢 这个原因 对吗 我看下来 一边 那边 这边 我看下来 我看下来 哎呀 有什么事 直接说 西成 你知道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 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来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们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细吧 就是因为他 开会的时候 顾总居然说设计全部都是贺锦细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那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 贺锦细做的吧 有区别吗 他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属命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气走 那你说 他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他关系好 谁又凭他关系欺负别人了 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怪救我来了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我已经改了第二个了 不然我还是说不太对了 你帮我看看吧 行 老大那边有情况 素来想要 好 可以 夕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南宫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 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 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赢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 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如果你不走 我走 西城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就 就当我死了 就当我死了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是这个 你怎么会是这个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后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来 起来 来 起来 不要这样 完了 完了 这老板娘要是来了 你不去要万大了吗 不行 不行 打电话 老板娘 等一下 我刚才看错了 老板不在里面 老板在那边 完了完了完了 全完蛋了 有口红吗 花园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你是副组 怎么连口红都没有 口红 要多少 有多少 老板娘 什么色号 丽雁公 纯号 顾兮丑 细细 细细 这幸福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高拐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哎 小飞 我们去那个餐厅吃落日大餐吧 怎么样 我不去 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 哎 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 红月很神奇的哦 神奇 据说月亮呢 越靠近地球 磁力就越大 磁力呢 又影响人 说定今晚你的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 就对你死心塌地了呢 什么死心塌地 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 吵个不停 这个故事成 陆安安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 你怎么样了 和司徒什么情况 谢谢 你快点来救 救我 你又 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陆安安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呀 去哪儿了呀 该不会真喝醉到哪儿了吧 去哪儿了呀 你这次啊 你多不走啊 你没有想再来 我现在还在哪儿了呢 你这么快 我现在还在哪儿呢 你还在哪儿呢 你怎么还在哪儿呢 我又想去哪儿呢 你哪儿 好 我现在没想到哪儿了 你怎么能在哪儿呢 我现在是什么 你怎么没想到哪儿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拨招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小双 — sindlamat sure 顾计长 顾计长 你搞什么啊 我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因为南宫的到来 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 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我忘了 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 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 并不是很擅长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需要时间去学习 而我 是最应该给你实现的人 我也忽略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相遇 但无论在顾家 还是在公司 你都帮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对不起 你要是看起来的 你就是冒险的 不会赶紧我 不要我 你不是说自己的 还往你的身边 しくは 有没有好美 这些气球都是给你捡的 只要你把它们剪断 放飞 你的不开心 不快乐 生气 愤怒 都会被它们统统带走 时间能回答 我的愿望吗 也许失眠 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种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我开心 我开心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穿袭 只有你的声音 怎么样 你的不开心 飞走了吗 怎么样 你的不开心 飞走了吗 没有 我还生气呢 那就继续 你只要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种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对不起 贺锦西 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 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 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 我去对用料数据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 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怎么还没到啊 这是灰城的路吗 您说完勿奏 我不会伤害您的 等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就立马送你回去 这是要开去哪儿啊 路停车 路停车 危险 危险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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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拿钱办事 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 快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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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西出事了 快去找顾锡城 我们去修打 好 起开 你现在不能进去 有事吗 起开 别逼我揍你啊 老板娘出事了 你负得了责任吗 锦西出事了 老大 出事了 老板娘出事了 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 说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 然后她跑了出来 然后反正很危险 你赶紧去啊 西长 西长 西长你别去啊 西长 又是你安排的吗 是我 都是我 全部都是我 西西记得花样 快记得花样 快记得花样 爸 西西是我 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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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安不安全 快把定位发给我 我马上去接你 好 西长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西长 西西你别怕 定位我收到 我两分之处会到 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 别让她看见你知道吗 西西 我会来的 我一定会来的 原来你在这儿 西西 喂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谢谢 别跑 快来 快来 出来啊 我看到你了 原来你在这儿啊 出来啊 我看到你了 啊 啊 你了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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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你 你没事吧 背叛自己 我说过 我会来的 我一定会来的 顾西城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怎么了 我有点睡不着 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 举不点害怕 没事 我陪着你 睡吧 我陪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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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陪着你 在你 晚安 谢谢你在 来呀 你没事吧 哥哥 小笨蛋 西成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盒子 你别误会 我不是故意要动你东西的 我是在找打火机 看到了这个盒子 我以为里面有 出去 西成 我让你出去 顾西成 顾西成 西成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我不需要别人帮 可我不是别人啊 这些照片 就是你偶入痞的原因 是吗 照片里的那个男孩 是你的哥哥 对吗 这和你没关系 把东西放回去 顾西成 你不要再退回去了 既然我已经看到了 既然我已经看到了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 我们不是说好要彼此照顾的吗 我可以帮你的呀 我不需要 这些事情已经刚才我被伤 征兆二十年了 我宁愿每天受尽他们的煎熬 我不希望任何人跑过来跟我说 你把伤口揭开吧 我可以替你承担 我不需要 我自己可以 完全不需要别人帮我 顾西成 如果你真的可以一个人承担 那家里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 顾西成 偶数匹已经成为 你生里的巨大负担 你再背下去 你会垮掉的 那就让他垮掉 死了就好了 好 西成 你不是想知道他的事吗 好 我告诉你 他是我哥 是整个顾家上上下下都捧在掌心 最聪明 最疼爱的大儿子 顾南征 本来他才是顾家的一切 花园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是我 是我在他七岁那年 害他遭遇意外车祸 是我 我眼睁正在看着他在医院堂了七天 整整七天 最后 是 小长 是我毁了顾家的印记 是我害得妈妈抑郁症爆发 妈妈只能陪他远走 你 是我害奶奶 并同缠身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 是我害死了我哥 是我害死了我哥 是我毁了顾家的一切 这答案满意了吧 满意了吧 喂 顾西成 我现在不去找你算账 是我对你最后的宽容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这么恶劣的天气 为什么西西一个人在外边 你不会连台风天在海边 有多危险这多常识都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如果西西有个三长两谱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她为什么会情绪低落 一个人来海边 喂 顾西成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 你会 随便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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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架 不要转身就走 承认了吧 我就是还会 忍不住牵挂 别告诉他 可眼神难说谎 时间能回答 我的愿望 也许失灭 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 说什么情话 装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对不起 刚才在家里面 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 我也不好 不应该随便发你的东西 更不应该 试图揭开你的伤疤 你说得对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二十年了 我也把它扛在肩上 扛了整整二十年 如果我不把它抛开方向的话 总有一天我会被压垮的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 家里的那些药 都是我撑不下去的证明 我永远放不下我心里面的结 我没有办法面对哥哥 因为我而离世 我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正跟顾佳因为我而毁掉 不是的 没有人责怪你 没有人要你抗责任 那是个意外 六岁的你也控制不了 那个意外啊 可是哥哥他真的走了 他 从此家里面只是想我一个人 什么都是我一个 一双筷子 一个杯子 一件衣服 一双鞋 一个我 absolut 你还有奶奶 你还有我 燕蟀 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永远 都不会离开我吗 我们之间有太多阻碍了 我们 希希 我不在乎我们之间有多少阻碍 不管是南宫流离还是琥珀阳 还是我们的故区 我的偶数品 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希希 我喜欢你 比你想象中的 比我预料当中的还要更喜欢 我只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一会儿 我来 姐姐 顾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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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 我来花言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工作 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能力 为你付出 帮你把花言做大做强 但是你为什么要推开我呢 西城 我们没有可能的 为什么 当年 你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知道 你跟奶奶要了一笔钱 你竟然知道 从你走的那天我就知道了 南宫 我原先和大家一样 对社团唯一的女生特别地关照 但是我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西城 当年我 如果当年在大学天文社里面 我对你只是朋友 那么从你跟奶奶要了钱开始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你不要误会 我 我 我并不是贪图奶奶的钱 当年我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事的 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 让自己过得更好 很多人都会这么选的 这并没有错 只不过既然自己选择了 自己就要承担后果 今天的你 今天公司的选择 就是你的后果 在哪儿 好 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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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你今天怎么了 状态不对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就觉得很不安宁 甜蜜过后开始纠结了对吧 我就知道 等贺锦西回来你要怎么办 你是要去跟顾西城谈牌 还是跟贺锦西谈判 你那个姐姐可不是好惹的角色 你不想见阿姨了 安安 你别再说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些吗 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的喜欢上她 服务员 再来杯酒 那边有两位小姐 我想请她们喝稍微高浓度一点的酒 她们的消费 我来买单 好吧 去吧 我觉得吧 你那个不省油的姐姐 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 你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呢 也控制不住自己 对吧 我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谢谢 西西你慢点喝 GE 喝醉了之后呢睡一觉 明天就把不开心的全忘了 哎 Uber 有请你 不携招 你不要再招惹我了 你好 小姐 您的朋友在后面等您 我的 对 谁啊 希希 你乖乖的 我去就回啊 马上就接你回家啊 拜拜 别喝了啊 来 希希 希希 你还好吗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啊 希希 你喝多了 我扶你起来吧 来 来 不要 不要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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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放开我 走 走 河小姐 走 走 河小姐 赵开人那边男性是谁啊 我们认识公主啊 河小姐 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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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现在是什么状态啊 别拍了 别拍了 希希 别拍了 别拍了 是真的吗 我们是明镜杂质的 我没有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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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 说上去吧 赫小姐 说上去吧 赵小姐 谢谢 走 这人是谁啊 赫小姐 活小姐 赫小姐 贺小姐 赫小姐 赫小姐 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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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赫小姐 这 你 这就交给你了 各位 我还有一件私事要处理 咱们晚上见 好的 姑娘 好 夫妃 你在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为什么 为了 南宫 南宫琉璃 他是我 是爱的人 令大宫琉璃 去吧 来 走 来 走 来 走 有吗 你好 还有中国人吗 你坚持一下 你别睡 别怕 我先给你叫救护车 你好 有人在搜寻 我正在搜寻 我正在搜寻 走走走走走 你别睡 坚持一下 你给我说说话 你就有什么名字啊 在国外的那几年 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我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 直到南宫出现的那一刻起 我灰暗的人生中 终于出现了一束光 我爱上了她 虽然我知道 在她内心深处 同样铭刻着一个重要的人 她没关系 只要能陪在她身边 对我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我明白了 我希望她开心 希望她能得到幸福 哪怕到最后 陪在她身边的人不是我 都没关系 我的命是她的 要我怎么偿还 都不过分 当她知道 顾锡城有女朋友之后 十分痛苦 我看她痛苦的样子 我的内心 像针扎一样 像刀挂一样 我 我比她还要难受 所以 我决定 破坏顾锡城 和她女朋友之间的感情 你还是我小时候认识的 那个傅伯雅吗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所以 我处心积虑地 想要接近顾锡城的女朋友 甚至开着车在你家附近徘徊 就是为了想办法 和顾锡城的女朋友尽力联系 是 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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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聊一下吧 放开 我和你没有话好说 放开 喜喜 你不要忘记了 你还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放开 你不要 顾锡城 不要 顾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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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顾锡城 我救你不要 这个账咱们没完 我会跟你慢慢算的 南公小姐 你男朋友托我们交给你一封信 对不起 不要 不要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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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不是等车 顾总来了 顾总 顾总来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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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顾总 你和和谨西的关系是真的吗 顾总 西西 你怎么也在这儿 网上的直播都出来了 快点点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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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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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的答案 我会一一告诉你们 关于我未婚妻出轨的绯闻 是假的 他和照片中的傅先生 只不过是普通朋友 我和我的未婚妻 感情一直非常稳定 作为花言集团的总裁 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承诺 这样捏造的新闻 是不会影响我们新产品的上市 更不会影响集团股票的波动 这轻飘飘的几句话 让大家怎么信你啊 你有证据吗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捏造 怎么回事啊 对啊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顾总凭什么说 我和希希之间的感情 是捏造的 你能详细说说吗 具体说一下吧 照片中的另外一方是我 你们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难道不应该采访我吗 那你说一下呀 说一下 说的吗 说的吗 您说说吧 说的吧 怎么回事啊 说两回事啊 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就像大家所想的那样 我和顾总的未婚妻之间 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贺锦西小姐喜欢的人是我 绝对不是花言集团的总裁 顾希成先生 我不用压力 在这儿待着 交给我就好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还要说 贺锦西利佑花言集团总裁 未婚妻的身份 抢走了属于花言集团研发部 南共琉璃小姐的仪器 他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仪器 全部都是抄袭的 都是假的 请问您有什么证据吗 怎么会这样的事啊 您已经知道什么证据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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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吗 走 这是事发当天 我未婚妻 在酒吧的监控视频画面 画面里非常清晰地显示了 她和她的闺蜜在点酒的时候 有人偷换了她们的酒 在她喝醉之后 调走了她的闺蜜 在她并不清醒的情况下 设计偷拍了她和这位傅先生 还有 这是几周前 南共琉璃和私家车司机见面的画面 南共琉璃因为个人恩怨 设计把我的未婚妻骗到郊区 差一点 让她出现的生命危险 我拿到这些证据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把她公开 但是我的容忍和退让 并不表示你可以步步紧逼 伤害我爱的人 傅伯雅 你和南共琉璃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 从现在开始 她不再是花言集团的人 这些证据 我会交给我的律师 该你们负的责 我会让你们一一负责到底 放心 这 这是真的吗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你刚才还在台上指责故纵呢 对 你解释一下 你有什么证据吗 解释一下吧 你刚才在那上面说 回应一下吧 你解释一下吧 傅先生 解释一下吧 说一下吧 你解释一下吧 假的 你 这些都是假的 这些素材 这些素材 全部都是合成的 你还相信我 我说的才是真的 我说的才是真的 相信我 我说的是真的 相信我啊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 解释一下吧 不许张人说 对啊 我不能去上任术 是啊 先生 难过还在等我到好久去吧 先生 您怎么说呀 你怎么这么多来啊 先生 先生 你详细说一下呀 是啊 先生 你详细说一下呀 你详细说一下呀 对啊 你详细说一下呀 说一下呀 你详细说一下呀 是啊 先生 说啥呢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告诉你 顾西城 你给我听好了 你所深爱的未婚妻 她其实根本就不是 不会啊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不会啊 这是谁啊 这是哪位啊 这是谁啊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要 请问你是哪位啊 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给我们说两句吧 是谁啊 让我说一下吧 你说两句 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都是我做的 是我的错 让我一个人承担 南宫小姐 你当你做了什么呀 你说一下吧 不是她 你做了什么 不是她 你做了什么 不是她 那仔细说明一下吧 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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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 是我做的 你说一下 不是她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和她无关 不是她 什么呀 是不是这说什么呀 设计心爱故族的未婚妻 差点还在吹飞险 以及刚刚 我所说的那些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和她无关 什么事情是您做的 南宫小姐 你这样都不回 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吗 南宫小姐 别说了 南宫小姐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要为难她 不是 不要为难她 不是的 我们不要为难她 不要 小姐 真的不知情吗 我现在就去负责 你想要负责 你想要负责 我现在就去负责 我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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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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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